元旦新年百公百业都休假 但要拼選舉的人都沒辦法休息 国民党的新主市立委候選人 曾正前 元旦请来台北市长蒋万安 合体四合街拜票 蒋万安的高人气 让曾正前看了也惊讶 这此时话不多说 就把麦克风交给蒋万安 希望借由他的高人气 来拉抬自己的选情 这大概是我们第一次 站在巨城这边 可以拿麦克风 那我想说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真的是2024年 中华民国113年的元旦的时候 那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就特别到了新竹这边来 然后跟大家在我们巨城前面 有一个见面 那我知道刚刚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大家都急着要跟他拍照 所以我话不多 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来跟蒋万安拍照 好不好 好 蒋万安的人气 所以就算来到新竹市也没有改变 他从扫街车辆下来 就不断有民众再找他拍照合影 后来还开启合影大会 让民众拍个过影 蒋万安表示 蒋万安是他以前在当立委的好朋友 好战将 这次蒋万要争取连任 他一定要下来支持他 向大家问候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同时今年也是翻转的一年 改变的一年对不对 对 我们要支持三号 侯康佩好不好 好 立法委员支持几号 7号 7号 蒋正前最优质的好立委 过去是我立法院的好朋友 好战将 所以拜托大家 选举剩最后的10天左右 请大家集中选票 帮忙拉票打电话 让蒋钱继续高票连任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常常的拍照队伍 把蒋正前跟蒋万安 都当成人行立牌 拍照打卡的声音络绎不绝 当然拍照很重要 但蒋万安跟蒋正前 两人还是不忘记提醒民众 希望可以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让中央与地方都顺利当选 记者林彦斌 新竹采访报导